洗澡后只要二步骤,立即将浴室霉菌黄构清光光。 地板与墙壁的管理。 瓷砖、地板的清洁。 瓷砖、地板的清洁。 采用湿室而非前世施工的浴室地板,无论在怎么谨慎管理,绝对还是会产生水垢的,尤其是瓷砖与瓷缝隙间的白色细胶。 相当容易变黄,因此可以利用苏打粉和柠檬酸固定以精细做一次清洁。 用苏打粉、柠檬酸、浴室用刷具。 1. 1. 尽可能挪开摆在排水孔附近和地板上的东西。 2. 2. 先用脸盆头将浴清洁厨以热水喷湿,然后撒上苏打粉和柠檬酸粉。 3. 10分钟后便可以拿浴室用刷具进行刷洗,最后以温水冲前进即可。 进行浴室大扫除的时候,除了瓷砖的清洁之外,可以先装满半个铁桶的温水再加入一杯苏打粉,等待溶解完毕后,使用浴室用刷具刷洗每一个角落。 3. 柠檬酸的使用也与上述步骤相同。 柠檬酸的使用也与上述步骤相同。 5. 浴室瓷砖墙的清洁。 5. 5. 5. 浴缸或淋浴间的瓷砖成为包正发霉的地方。 5. 5. 用苏打粉和柠檬酸,同时完成洗涤与净菌,一切烦恼清洁溜溜。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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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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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10. 洗澡的时候,顺便清洁浴室是最方便的。只要在浴室瓷砖墙均匀撒上苏打粉后,利用菜瓜布之类的东西洗刷,最后再以清水冲前进即可。 浴缸附近 浴缸陈年污垢的清洁 因为角质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混在水里累积成了浴缸里的陈颜污垢,虽然单凭肉眼很难看得见,却已经成为繁殖细菌的温床了。 洗澡后,只要顺手做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维持浴室整洁。 用于苏打粉、菜瓜布或刷具。 用于苏打粉、菜瓜布或刷具。 刷具或海绵等,沾上苏打粉,由上至下刷洗。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先在浴缸里撒满苏打粉,隔天早上再刷洗也是另一种清洁的方法。 3. 白色水垢的部分可以喷洒柠檬酸水,1%-2%,静置20分钟后,再喷洒热水刷洗。 浴室边缘接缝的防水吸胶产生的黑点,十之八九都是霉菌。 3. 可以使用稍微沾过水的细刷,刷洗是先在发霉处撒上苏打粉的地方。 不过,这么做是没有办法将渗入西胶里的霉菌百分之百清除的。 3. 脸蓬头把手的清洁。 3. 脸蓬头把手的清洁。 3. 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苏打粉和柠檬酸可以彻底清洁双手无法触及的脸蓬头砸垢。 4. 鱼里,苏打粉,柠檬酸,回收塑胶容器。 5. 鱼里,苏打粉,柠檬酸,回收塑胶容器。 5. 鱼里,苏打粉,柠檬酸,回收塑胶容器。 2. 将温水倒入塑胶容器里,接住各放入一汤匙的苏打粉和柠檬酸粉。 3. 盖上塑胶容器的盖子,进行摇晃,此时会因为加入柠檬酸的关系而产生气体,最后只要将盖子打开让气体散出即可。 3. 清环境润丝精。 4. 清环境润丝精。 5. 鱼里,柠檬酸。 5. 鱼里,柠檬酸。 5. 鱼里,柠檬酸。 2. 产生粉加入一升温水中溶解。 2. 洗完头,进行最后冲洗的时候,利用柠檬酸水取代润丝精,轻轻冲洗头发即可。 如果是用矿泉水溶解成的柠檬酸水冲洗头发的话,甚至还能达到不发的效果 马桶附近 马桶的清洁 马桶的内侧积累了形形色色的污垢和脏东西,却因为都是一些眼睛看不见的死角而被忽视,是主用苏打粉和苏打粉浆处理看看吧 用苏打粉 用苏打粉、菜瓜布 2. 马桶的底部,可以用湿菜瓜布沾上苏打水刷洗,接住以脸捧头冲前进即可 3. 累积在马桶深处,单凭双眼无法看见的污垢与脏东西在睡前用苏打粉浆于马桶深处,隔天多冲几次水就能搞定 4. 马桶座位部分 马桶座位部分的清洁 可以利用苏打水擦拭直接接触我们身体的马桶座位部分 4. 试住将苏打水装进喷瓶中,如此便能轻松进行大范围的浴室清洁 4. 鱼子苏打粉,前部 4. 鱼子苏打粉,前部 5. 鱼子苏打粉,前部 5. 鱼子苏打粉,前部 2. 使用前部擦拭苏打水 5. 马桶内侧与马桶盖的部分,也是使用同样方法清洁即可 5. 免制马桶的清洁 5. 免制马桶的清洁 6. 免制马桶的清洁 Yuzy 柠檬酸 1. 免制马桶的清洁可以善下利用喷屏。 喷洒柠檬酸水后,静置一个小时,再以清水冲前进即可。 2. 只要一个星期内完成一至两次上述步骤,便能有效清洁免制马桶。 2. 垃圾桶除臭。 3. 垃圾桶除臭。 如果有异味感到相当苦恼的话,可以善加利用苏打粉除臭的功能,只要撒一点苏打粉就能让异味消失的无影无踪。 3. 鱼zy 苏打粉、柠檬酸。 3. 清空浴室内的垃圾桶后,将它擦前。 2. 撒下苏打粉,直到看不见垃圾桶底部为止。 3. 完成上述步骤后再使用垃圾桶的话,应该就能解决异味的问题了。 3. 热圾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